國際話題先來看到這一段畫面 一輛輛大貨車經過河南安陽市的內黃線 當然路上會有所謂的地棒站 只是現在卻有不少駕駛來抱怨了 明明車子沒有過重 依舊會被開罰單 甚至有貨車司機很慘 他在兩年內收到58張的罰單 罰金累計高達了120萬台幣 痛批政府根本就是在搶錢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為什麼會這麼離譜 地棒站限重是五十噸 但是當這些大貨車經過的時候 就會看到前方的螢幕 通通都是超過五十噸重的 那麼其實這當中的確有可能是貨再太多而過重 只是當中就有司機來抱怨了 這電子螢幕是被嚴禁酒後駕車的看板給擋住了 導致駕駛很難第一時間看到 那麼尤其是好幾輛大貨車 在連續通過的時候 每一輛車的訊息在螢幕上幾乎都是一閃而過而已 螢幕變化太快了 所以貨車的駕駛根本來不及注意 更別提有螢幕根本沒有同步 貨車經過地棒站的時候 這個螢幕是完全沒有動靜的 後來一樣是收到了罰單 也難怪會被質疑是在搶錢 而且更奇怪的是明明超重 卻沒有工作人員來要求卸貨 甚至媒體跟貨運的司機來實測 確定車子沒有超重 但是經過地棒卻是一樣的出現超限的警示 讓這些司機非常的生氣 甚至有司機是已經被罰到不想做了 還打算賣掉身材工具 網友也是在痛批了 政府缺錢就應該發展經濟 而不是把手伸進了老百姓的褲袋裡面 那麼中國巧立名目來開罰單搶錢 來看一下 其實在二零二零年 交通的罰款總額是高達了三千億人民幣 將近新臺幣是一點三兆 另外青島更是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他靠罰單收入就多達了新臺幣一百八十八億 是統計當中的第一名 那麼其實他比前一年增幅 還高達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